这就是湖北向阳的诸葛亮广场 前面就是诸葛亮的雕像 这个雕像是铜做的 它一共高14米 宽10米 重达35吨 全部都是用紫铜锻造而成的 要铸造这么大一个雕像的话 最好得商议源源没弊了 因为它就全部都是铜的 那么这个诸葛亮 我们每个人基本都熟悉 它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绩家 辅佐刘备 当上皇帝嘛 那么呢 它的江乡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襄阳这边 另一种是河南南阳 在南阳那边呢 也有关于诸葛亮的一些古迹啊 一些之类的 反正就是这两个地方 但是具体 它的老家是哪里的 现在还不太清楚 诸葛亮自控名 因为在古代的话 一般比较有文化的人都是有自的 要提古代的军事家 很多人都会想到诸葛亮的 但是呢在诸葛亮以前 在春秋战国那个时期 也有好多的人才啊 人才积极 比如说白里西 辅佐秦牧公啊 然后呢 还有管仲 报树雅 管仲呢是辅佐 齐桓公 最后呢 齐国 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啊 坐上了春秋霸祖的宝座 这都离不开管仲的一个质谋 所以说诸葛亮要跟这些人比啊 诸葛亮还是差了很远很远的呀 管仲是最早的经济学家呀 那太了不起了 那真是人才呀 都可以算得上是奇才了 是不是人才难得嘛 历史上都一样啊 到现在也是一样的 那么呢刘备呢 是散古茅庐 请着诸葛亮 最后呢 第三次诸葛亮出山了 从他这一筹来 就再没有回击过呀 最后劳累过渡 诸葛亮呢就去世了 好像是57岁吧 也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人物啊 杰出的政治家 军事家 这一步是什么呢 五方 前逃 感谢观看